我們來問水瓶座的學睿 最近發生好事還是壞事 我自己覺得我工作還好 但是我覺得我遭遇到小人耶 對 就是我工作就是被 拖欠還到巨款的程度 對 就是被拖欠到差不多有六位數 去年年底 然後就有一個滿大型的活動 對 然後大型活動結束之後呢 結果後來我就沒有拿到那個 那一筆款項 然後就跟那個人就一直要那個款項 然後結果一直要不到 然後到了今年一月的時候 然後結果他又說 拜託一下 我們這個是大公司 你不用擔心我們這個公司會倒 我們不會跑好嗎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好不好 然後我就相信他們這樣子 然後一直拖到二月 然後二月的時候 結果就看了新聞之後 那個負責人上新聞了 他上新聞是因為 他被羈押了 對 那也是另外一種失敗了 對 他就 這樣被消失了 可是因為我就覺得說 很煩啊 超級煩的 因為我從去年年底 然後一直到今年三月 其實整個上半年的那個財運呢 其實工作運都並不是說非常好的 因為應該是說工作一直有來 然後可是因為這個款項的問題 我一直必須要去跟人家要 可是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哀人 對 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然後我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要 你們很奇怪都會被拖欠 巨款甚至要不到 歌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你怎麼要 沒有 都是先要啊 他們都會講說 可是我們公司這麼大 你不用擔心 我說經理 這個歷史上 只有公司會倒 從來沒有藝人會跑 錢打過來 你才好學 你才好學 真的很不開心 他們就會說 可是我們公司也有我們公司的流程 你公司也有你公司的流程 我威廉省也有我威廉省的流程 我就是規定錢要先過來 我人才會出現 是是是好 可是我們會計 我說你們會計是你們會計 我也有我的會計 我們會計要求 現在錢就要看到 就是芽芽 所以我的勞務已經完成了 你報酬還不給我 那你在等什麼 對 哥 這個也是這回 我們要學起來 就是我們要有界限 這個也是我跟他 一起研究出來的 之前我去內地有做看風水 你跟他客客氣氣的說 可以嗎 方便嗎 頂勤嗎 他也聽不懂 直接跟他講 我幹嘛 可是鄭老師我現在 不要講現在 這是不是最近麻利太大 打款過來 明天 然後像水瓶座 2020年就容易遇到這樣的狀況 在財務上 對 就是很容易錢突然不見了 或者也不知道花去哪兒 或者是你跟他有債務關係 但是那個人就是不承認 或假裝忘記 因為今年譬如說水瓶是一個過渡期 這個過渡期是來自於原本的工作 本來在安樂區是滿開心的 突然間有個斷癌 這種斷癌的狀況下就是 我是要堅持我原本的 還是要有一個新的開發 建議水瓶座要有一個新的突破 然後就是不同的斷癌試試看 斜槓試試看 所以小如看起來面很善良 簡單送你幾句話 你去年是錯在風水不對 今年 今年因為是77年是屬龍 霧能生的 今年是錯在多率煩惱 後年2026會被女人又騙起來 因為你的面相很好 多講一點 不像那個藤瑋是比較重鬱型的 濃眉 黑眼珠 長鬍鬚 他屬於重鬱都不講太多這樣 那絕瑞是什麼楊瑋型 一起來就好 OK 一起來好不好 你這樣好找對象嗎 不要用水瓶啦 叫鋼瓶知道 要過來 OK 我們來聽話 牡羊座 林可最近遇到什麼樣的事 好 其實呢 我就是一直覺得我的運勢都是很平的 但是因為就是加入這一行之後 我就想要讓運勢更好 所以呢 我就想說那我就去算個命 我就是一算 沒算還好 麻煩你看 你現在衰成這樣 你看 那個算命師是朋友介紹的 然後他們都去那邊算 然後我就想說他們都覺得很準 所以我就去了 一去了之後呢 他就見到我就說 你有那個冤親在主要 我要解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身邊的朋友都說 解完之後會很順嘛 就是事業運什麼都會變順 二話不說直接掏錢 就說OK 那我就 用最高規格的來解 然後就那一筆錢大概就 我就直接一次給那個老師 這麼多 六萬 對 我是菜鳥嘛 算命菜鳥 我不懂說那個行情 所以我不懂行情 基本上譬如我幫別人算命 服務不好 退費 真的嗎 因為好的產品叫行銷 不好叫行騙 你拿六萬六十萬 你講好不准退費 沒有話講啊 OK 所以這是你跟他溝通的一個過程 OK 好 接下來 來 結果呢 給完他之後就是美姐還好 一姐呢就開始 開始做惡夢 嚴重到說我就做了一個夢 是有人要來殺我 對 覺得太害怕 我就會想說那我要趕快去找老師 然後來幫 就是請老師幫我處理 然後老師才這樣看了看我說 你後面那隻滿凶的喔 唉唷 對 然後老師才跟我說 後面有一隻喔 那如果你要處理的話 你再拿幾千塊過來 唉唷 要幾千塊 他就直接 同一個人嗎 同一個老師 他就直接這樣跟我講 他就拿了你六萬了 對啊 然後因為當時 那六萬本來應該要辦到好啊 對 結果因為就是 我那時候就有點 開始有點起心了 我回去看我跟老師的對話 老師就把我封鎖了 被騙了 對 我就被騙了 就趕快請要專業 這個一聽起來 我就覺得很 對不對 詹老師你對於他這些故事的評論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原點 你找了命理師 有沒有什麼著作 有沒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沒有品牌 有沒有出國農民力 有沒有去做善事 有沒有戴眼鏡 有沒有長得像 金國先生 差不多差不多 做一點功課 對 要做一點功課 好 天下做演員 演員遇到什麼事 財運爆棚 然後扎錢買 很正面啊 恭喜 因為我是去年有工作 然後命理師來家裡錄影 就是來幫我看房子 他就跟我說 我那一間房子 就是絕對不能再住了 一定要趕快搬家 他說你這一棟一定會有官司問題 然後那時候想說 他一定就是看新聞才知道 就感覺不是很會算 就感覺只是 就隨便說說的 對 然後結果呢 那他講完了下一個月 然後我朋友跟我住同一棟的 他們家就有兩個人就有官司問題 我就覺得很毛 我想說天哪 怎麼會跟我住同一棟人 竟然有官司問題 跟我一樣有官司問題 然後我就馬上搬家 然後就那個老師 就帶著我去看房子 我後來搬的那個家就是 看出去就是夜景 然後還可以看到很多雲朵 然後我就覺得超開心 然後他就說我今年 就是我幫我算金 然後去年幫我算金 他就說我今年 財運會爆棚 然後我就在去年的時候 馬上去買房子 然後結果呢 我今年就是運勢真的都很 前半年很好 就都完全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工作都很順利 對 很好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話 比較沒共鳴你知道嗎 沒有 不是 我覺得是風水 我覺得一定要 你那個房子 如果你擺設很好 可能那個地方就是不好 好像就是一定要移動 而且 好運好到 你是不是又出血徵集了 對不對 對 他剛剛講的一個重點而已 風水 新的房子看到雲朵 很重要 代表這個房子採光好 遠方才貴人願望 反過來時刻 不是看到雲朵 是看到廁所 就是 那你今天要告訴別人說 為什麼我有官司 你不能這樣講 你要講個原因 可能是有缺腳房 可能穿心煞 可能有回風煞 講出原因 也許有法必有迫 而不是一定要搬走 像我個人是 玉琳哥的御用風水師 第一間房子 我說這個亂桃花 床會向門 他馬上把那門封掉 改另外一邊 對 就是大門一打開 對 對到主臥的門 他就講了一句名言 開門見主臥 這樣很好笑 他會怎麼樣 反熟嗎 反熟 對 腳向門嘛 嘰嘰向外 怕會偷出 是這樣喔 然後第二間 第二間一進去 就看到廚房你知道吧 進門見照 脾氣亦煩躁 夫妻失禍爭 爭吵不斷 他馬上 照就是廚房的意思 照就是古人講廚房 所以開門見照 脾氣暴躁 開門見側 錢財難側 對 房中有住 進門必吐 那好強嗎 他就馬上做了一個櫃子 來化解這危機 也聚財 OK